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淑女家務事 這些事天天做 盡害女生長拍咪雅 愛喝手搖飲跟天天宵夜 女性還滿常見的毛病 擔截食 擔截食 擔截食是會死人的 很可怕的喔 不吃早餐的咧 早餐會幹嘛 喝咖啡 咖啡 又醉了 會讓妳容易 擔截食 那個地方痛起來 擔截食就是我們炒酸感 巧克力也是炒酸糕的 還有啤酒 可以補充 但是妳就是不要 同時跟鈣子一起攝取 其實最近啊 這種健康類型的節目 非常的多 國人對於健康醫師是抬頭的 所以呢 大家會知道在這個 生活習慣當中 有很多事情是我們不應該做的 但是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 談一談喔 有一些習慣呢 其實啊 是女生會很容易長拍咪啊 第一個換習慣呢 就是愛喝手搖飲 我請一半 我請一半 因為都是她很想喝 她人很好 然後我就說好啊 那我也一起喝 而且呢 我們剛剛就是在休息室的時候 我們還在點那個飲料嘛 然後我還點了三杯 對 一個人 三杯送一杯啊 不是嗎 一個人就喝了三杯 對 真的 因為就是晚還要留一些 晚上要喝的 對 好 那再來就是第二個壞習慣囉 就是呢 只要是睡過頭的話 就放棄吃早餐 真的嗎 真的嗎 不是 因為有小孩很難睡過頭啊 我小孩還在小學 就是要陪她吃早餐啊 但再大一點 就再大一點 就像我現在小孩 自己走路去上學 對 那時候我真的就會 對啊 直接早午餐就好了 沒錯 好 再來第三個習慣呢 就是天天都來吃宵夜 欸 規矩一半 規矩一半 欸 你為什麼規矩一半 我沒有天天我 一個禮拜三四天啊 我是有一段時間 天天宵夜 真的喔 有一段時間 為什麼 就運動量很特別大 然後回到家之後 你就很想要吃東西 啊 容易餓 對 我有一段時間是這樣 就是 我一直會覺得我講話 或者是我在 不管是運動還是 反正生活上做任何事情 我都覺得喉嚨裡面 有個東西好像卡在那 然後那個卡住的感覺是 你就算是 清喉嚨 或者是吞口水或什麼 它都不會消失 然後我就開始擔心 想說我會不會是 長東西在喉嚨裡面 對 因為那個感覺就是一個 很明顯的異物感 那時候醫院的醫生 就看完之後就說 你的喉嚨就是 感覺有一些顆粒狀的東西 他說你這個 沒事啊 可能就是火氣大 然後還有 因為醫生有認出我是誰 他說像你們這樣 天天在節目上 這樣做效果 吼啊 叫啊 他說很難免你的喉嚨會受傷 所以一受傷你就會有異物感 他說沒關係 反正我就開銷藥給你吃 然後他說那順便 你去上那個 語言發聲課 然後我說什麼是語言發聲課 他說因為我覺得你講話喔 不是肉 發音不正確 他說我一直覺得你用喉嚨在喊 對 他說你這樣長期 所以我們主持藥 我們用中氣開場 對 然後他就叫我去上課 然後那段時間我就又吃藥 然後又上課 然後我也不見有好轉 然後我就想說 那換一個醫生再看看好了 然後那時候那個醫生一看完我的喉嚨 他就說 你這個很明顯胃食道逆流啊 然後我就說胃食道逆流會有什麼症狀 他說有的人會什麼火燒心 什麼火燒味 然後什麼會有東西往上跑出來 我說但我都沒有 他說可能是你習慣了你不知道 然後他就問我習慣嗎 我就說那時候 說真的因為手搖杯太方便了 所以我真的一天大概是一杯到兩杯 然後消夜就像我剛剛講 那段時間真的很愛吃消夜 是因為有時候晚上運動 對 如果晚上運動 因為我訓練量太大了 所以一回到家就覺得 天啊我真的好餓喔 對 如果餓肚子肌肉會消掉 我一定要吃東西 然後就一直吃消夜 跟醫生講完 他說你這不會是到內流 為什麼到內流要去找誰 然後我就說是 他就說反正你現在就是不能吃消夜 然後你飲料也不可以這樣子喝 然後作息要改變 那段時間改了以後 我真的喉嚨問題就沒了 就好很多 就完全沒有那個感覺了 對 所以他還是及早發現及早止住 你知道嗎 對 但他中間還是有去練發生課 走了一些冤枉路 但至少也沒有對自己有害 那一反咧 一反剛剛看你舉手 我感覺你生活習慣都很好 沒有啊 因為我是壓力一大或很累 我就一定要買珍珠奶茶的那種人 因為我覺得咬珍珠是一種 泄壓的那種 快感 對 爽感這樣子 然後晚上就是小孩睡了以後 就是媽咪的天堂 我就開始在滑那個有什麼外送的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我們的錯耶 不是說我們一定要點炸物 還是說手搖飲 因為那些店都開得很晚啊 對 我就會開始手搖飲 配什麼鹹酥雞飯 就雞排 然後就媽媽就一邊追去 一邊就會吃這一些 我覺得好奇怪喔 人在很累的時候 工作結束之後 你就是想吃炸物啊 想吃 然後有一陣子我真的吃得太平凡 因為那陣子也會比較累 然後我就瘋狂吃這些東西 然後有一天我在滷拉拉的時候 不得了了 我就這樣摸摸摸 因為我們女生都會檢查胸部 然後在滷的時候 我就摸到我的左胸這邊 有一個綠豆大小的東西 然後我的心就涼了一半 然後我還一直確認 然後還叫我老公來幫我確認 結果他說 你趕快去檢查吧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孩子還這麼小 然後很多畫面就跑出來了 然後我就一直很害怕 然後醫生說 應該就是一個線流 但是我不能保證說 它會不會惡化 所以你這個其實說小不小 說大不大 但是就是介於要不要開刀的邊緣 然後它就是 你半年就要回來掃一次 所以我到現在都還是很緊張 就在追蹤 就時不時會摸它 會不會長大還是高 那醫生有跟你說 為什麼會長那個線流 他說因為就是吃高油脂 然後熬夜 就是我們現在文明的通病 亦凡那個原因就是因為 纖維線流當然基因是很大的關係 然後還有人是不小心 補充到一些女性核摸的東西 但是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西化的飲食 所以高油脂就算西化的飲食 所以高油脂的東西 本來就會刺激 纖維線流跑出來 不會刺激乳癌跑出來 而且現在纖維線流 其實根本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都有所謂的 微創手術 然後你把纖維線流拿掉 你連傷口都找不到 我們就把它吸掉 對對對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懂了 微創手術 那是基本的 對 這基本的 但是江醫師 那我們這些壞習慣 剛剛一直說這些壞習慣 會長壞東西 它到底會長什麼 你們可能覺得很奇怪 剛才那個 雨柔跟亦凡講的 其實這三個壞習慣裡面 他們並沒有 中了一個 女性還蠻常見的毛病 膽疾 為什麼會這樣 我先解釋給你聽 你想想看我們膽子裡面的 一些成分是什麼 就是膽固醇 膽紅素 還有一些什麼軟銀子 還有一些礦物質 還有一些水分 什麼時候會造成沉澱 會結石 大家都知道是濃度過高 那主要的成分是膽固醇 所以基本上你膽固醇過高的人 就容易膽結石 所以 喜歡吃炸 所以你想想看 對啊 愛喝手搖飲跟天天宵夜 這個人可能膽固醇 本來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當然就容易膽結石 那可是睡過頭 放進去老大 跟膽結石有什麼關係 對啊 為何 我再想一下那個膽 膽是在幹嘛的 膽的功用是儲存膽汁 分泌膽汁是誰 是肝啊 是肝臟 它只是儲存膽汁而已 那你想想看 今天你的膽如果儲存膽汁 如果它不蠕動 膽汁流在那邊 所以說你不吃早餐 其實你的膽多久沒有蠕動 膽什麼時候蠕動 就是你進食的時候 它把膽子打出去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昨天的晚餐 是晚上七點吃的 你隔天早餐又不吃東西 十點才吃早午餐 你的膽大概有十三個鐘頭 通通沒有動 所以當然容易會膽結石 大家也不要小看那個膽結石 其實因為很多人 常常都聽到膽結石 然後覺得沒有怎麼樣 很可怕的 而且膽結石很痛啊 對 會不會很痛 就要看運氣 像如果你上一輩子 不是那麼的善良的人的話 可能會比較嚴重 真的有過嗎 其實之前就有一個 三十幾歲的女性 她其實是一個上半的通勤組 她上半的通勤組 她其實一直上腹悶悶悶痛 已經好久一段時間了 我請問你們 你們上腹悶悶痛的時候 你會覺得哪裡 吃胃藥 都吃胃藥 胃藥吃下去涼涼的 多多少少都會覺得 比較舒服一點點 她就是這樣 她就是一直吃胃藥 可是吃完之後 她就覺得好像有舒服一點點 然後整一下痛就過去了 所以她一直都不管她 她因為她常常都是做捷運 在上班的 她住在台北市 她有一天就做 早上起來就做捷運 因為她奇怪你知道嗎 她這個人 明明她公司 離她住的地方 其實也是有點遠 所以她做捷運其實要一段時間 可是她有點愛睡 所以她每次都要睡到 時間差不多到了 她才要出發 都知道公司之後 泡一杯咖啡 或是直接吃午餐 她那天做捷運 做到一半的時候 就覺得肚子開始悶悶痛 她一開始還覺得說 好像跟以前也差不多 但是那一天比較倒楣是 她胃藥沒帶在身上 但她公司裡面還有 她想說去公司裡面 胃藥沒帶在身上 就到公司之後 胃閃就吞吞吞吞吞吞 吞了三尺 因為那天她覺得特別痛 吞了三尺 撐喔 撐到十點多 還是沒有好 十一點多她實在受不了 整個趴在桌上 就去急診室 就來我們急診室一抽選 乾的指數一般來講是四十幾 她那天的乾指數六百多 一到指數七百多 那時候我們電腦站的一照 她就是一個膽結石掉下來 卡在膽道 造成肝臟也受損 疑脹也受損 兩個器官都壞掉 很慘啊 沒有到完全壞 就是兩個都在發炎 就很慘 很少人因為膽結石 要住交流病房 她就是 所以她交流病房待了四天 不過還好 後來那個疑脹跟肝臟指數 有弄掉 對 後來我們去 因為她就說她家人 通通都沒有膽結石 她又不怕 她胃口水也不高 她又不怕 她就瘦瘦的一個女孩子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講來講去 那可能就是妳沒吃早餐的關係 對 因為其他也想不到 其實女性得到膽結石的幾率 大概是男性的 2.3倍到2.3倍 對 很不公平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講 F4容易得到膽結石 F4也是男的 F4 對不對 第一個F就是女性 女性 第二個就是40 就是女性過了40歲之後 年紀越大為什麼 因為年紀越大 那個膽那時候說 一定沒有年輕人好 所以她得到很正常 第三個就是FAT 肥怕 BMI指數超過30 第四個就是Fertility 就是多產婦 多產婦為什麼會這樣 你知道嗎 因為女性荷爾蒙 很保護你們女性沒有錯 但是你知道嗎 女性荷爾蒙 會讓你膽囊裡面的膽固醇 是增加的 它會讓那個膽汁裡面的膽固醇 增加的 所以她講說多產婦 有的時候也會是一個 那個膽結石的好發族群 所以很多人她在那個 懷孕的過程當中 會突然間上腹痛 對 你不要小心喔 有時候是她膽結石發作 但是她其實也從來都沒有 她可能是懷孕中才有 可是這種人通常在她 生完小孩之後 這個膽結石會自己消掉 所以其實女性 除了會很高比例 得到膽結石之外 其實還有別的要擔心的 對 聖結石 怎麼到結石 我們會不會也太忙了 其實我先先講個插曲 剛才佳醫師講說膽結石 其實大家如果有看過 我們這個節目的話 我在節目上說過 我本身就是膽結石開過刀的 可是我完全 第一個 我不是F4 我也沒長那麼帥 我還是得膽結石啊 而且我生活作息完全正常規律 所以你是跟你上輩子做了一些 答對了 因為這個 跟遺傳有關 先天不良 因為我媽媽她們那一邊的人 幾乎都有膽結石 如果有家族病史的話 就要更注意 所以她說其實有時候遺傳這件事情 真的很特別 那你說腎結石會怎麼會發生呢 而且為什麼女性比率比較高 她基本上還是跟這個三個習慣有關 喜歡喝手搖飲 類似茶的成分 就讓你容易幹嘛 產生結石的成分 草酸鈣 草酸鈣的結石 因為在台灣 基本上草酸鈣結石還是最多 我們自己泡茶那種可以嗎 一樣 茶裡面也有草酸 我從小喝到蛋來怎麼辦 對 那第二個咧 但不吃早餐的人咧 早上會幹嘛 喝咖啡 對 要中了 好愛的 所以喝咖啡咧 也會讓你容易 得結石 再來咧 宵夜裡面有一些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宵夜會什麼 喝可樂 配紅茶 配炸雞的花 配炸雞 對 配那個披薩 我告訴你 那也有草酸 喔 所以合起來 都會讓你容易得到 聖結石 天啊 好恐怖喔 那我睡前還會加兩片鈣片 這樣可以嗎 更結石 這樣就好結石 其實想說 大家都說要補鈣啊 所以我就還想說 而且有鈣片 不是要在早上吃嗎 沒有 也有人說睡覺前吃 可以讓睡眠更好啊 所以我就也在睡覺前吃 給大家一個概念 大家都說 草酸的東西吃多了 基本上你在配鈣片的話 這個草酸鈣的沉添物 是在你的腸胃道 在腸胃道的話 會從分面排出去 對 反而多吃鈣的話 可以讓你得草酸鈣結石的機會降低 謝謝 你做對了 好險 我想說這麼多 好像可以 會讓那個石頭變更大的感覺 對 那所以說我上次遇到一個 上次多歲的女生 因為她要換工作 她本來是學校老師 她要換工作 就要來做健康檢查 結果一看她 怎麼臉上包那麼多紗布 我以為是不是去某個地方做醫美 結果不是 因為她摔著咪咪帽 摔焦 摔焦 那你為什麼會受傷呢 她就跟我說 她前一陣子 因為 聖結石發作 那她聖結石為什麼會發作呢 因為她是學校老師 她基本上 只要學校有同學揪團 不是老師揪團 同學揪團 喝捨搖飲 這老師為了配合同學 甚至為了要安撫那些 比較不乖的同學 跟當兵一樣 要買飲料請同學喝 請大家喝 那一樣 為了要教那些頑皮的學生 要打起精神 一樣 喝咖啡 然後有時候真的忙到太晚 一樣 會吃宵夜 那基本上 聖結石會卡在三個地方 一個是 腎臟跟酥尿管的交接 一個是在酥尿管的中間 再過來是酥尿管跟膀胱的地方 它好小不小就卡在那個 酥尿管的那個三分之一的地方 我告訴你 那個地方痛起來 會讓你在地上打滾 雖然說 這個聖結石 女生的比例其實跟男生 雖然說可能只有高一點點 可是我們常說 你只要看到一個大男人聖結石 他走進整件的樣子 我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他手會一直撐著他那個地方 很痛 然後甚至會越走的時候 會覺得快要趴在地上 我曾經看過 還沒走進來 就已經在地上了 因為他真的 所以說聖結石的痛 我們常說會比女人 生小孩的痛 怎麼可能 還要痛 真的喔 對啊 你講不出來 她都打無痛了 所以我們覺得不出來 我們偶爾插個話題 剛才雨柔在講說 她會看第一件的診所 說沒有看出胃食道逆流 其實我說實在 我在做我的健康檢查當中 常常很多喉嚨一打開 我光看到喉嚨就說 你胃食道逆流 很多病人說 你怎麼知道 你只看我的喉嚨就知道胃食道逆流 因為真的胃食道逆流 慢性咽喉嚥炎的人 他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你只要看過一次 就知道這個病人 就是胃食道逆流 所以沒有 王醫師這樣講的意思是 雨柔剛剛前面那醫生 江醫師叫我們不要去 王醫師說可以來我這裡逛 他順便曾經 不是去找他 原來是 所以胃食道逆流 很有趣說 很多人他的病症 不是廣告講的 灰熊心 沒有 他就是叫慢性咽喉嚥 那咽喉嚥的感覺 就是卡卡的 那種感覺 對 然後就那種 就怎麼看都看不好 你要從胃食道逆流去左手 可是剛剛那兩個 都醫生一直在嚇我們 講的是無告天啊 我們這邊也聽過很多 不只是只有膽結石 腎結石是蠻嚴重的狀況 其實臨床上 我問過醫師 他們還蠻常見 同時有兩種的病 就是又有腎結石又有膽結石 好慘 而且其實大部分 腎結石可能還比較容易 有症狀出來 你膽結石其實很常 是沒有症狀的 那之前就是有一個婦人 她大概是60歲左右 然後她有腎結石的病史 那但是因為她知道嘛 從紀念當中知道之後 她就有定期做檢查 所以其實平常也就相安無事這樣子 那想說年屆退休年紀啦 然後有幾個姐妹的好朋友 一起糾團 他們就想說那要出門遠遊 就訂了一個義大利團想要去 那也期待了很久啊 結果沒料到呢 去到當地才第二天 就突然那天晚上整個人皮皮剉 然後呢她在她的那個 右腹上方 靠近後背的地方非常疼痛 那她就覺得說 是不是胃不舒服 還是就是吃的關係 飲食的關係 所以她就先吞了胃藥這樣子 可是吃了沒有改善 後來還發燒 那所以他們那個領隊就覺得不行啊 你這樣一定要趕快送醫院這樣子 就去了之後 又抽血啦 照X光啊 照超音波 赫然發現 跟她的腎結石也沒有關係 是她的膽的那個膽囊壁都已經變厚了 表示她是有一個慢性發炎的症狀在那裡 最後醫生說 你這個沒辦法拖到回台灣 你一定要馬上處理 然後就把 就開刀 在當地就開刀 然後把整個那個膽囊拿掉這樣子 那就像剛剛嘉義士有提到 就是說這個膽囊它還蠻特殊的是 它不能濃度過高嘛 那尤其是你不能空腹太久 那有時候很常容易發生 在出國的時候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行程的關係啊 你會拉車啊 沒有吃飯啊 或是水也沒有喝啊 然後加上外國有時候 他們的飲食是比較偏油啊 偏甜等等 這些都是可能會誘發的因素 是 剛剛不管是膽結石還是腎結石 其實我們是不是大家聽了都超痠的 很恐怖 得到其中一個就已經不得了了 對啊 兩個一起來 所以要趕快請教一下營養師 我們到底在飲食上應該注意什麼 讓我們的身體根本就不要長出這些結石 因為我在門診上真的很常遇到就是說 我可能有一些骨質流失的一些病人啊 或是骨質疏通病人就會講說 我有結石所以我不能補鈣 可是剛剛王醫師有講 如果你不補鈣真的 反而會增加結石的風險 所以要怎麼預防就是你一定要 結石成為不定時炸彈 於是告訴你怎麼辦 二十幾歲的大學生 然後他是想要美白 他每天把豆漿當作擺開學科 可是你知道嗎 他就是突然有一天上廁所的時候 他醒了就是尿尿很像 很痛 就一檢查出來他就是結石 其實基本上 就是看大小跟症狀 這種人很容易何必有膽囊癌 如果你不補鈣真的反而會增加結石的風險 所以要怎麼預防就是你一定要 攝取充足的鈣質 那剛剛像蒸他是晚上吃 睡前吃 鈣到底是早上吃還是睡前啊 可是就是看你的功能性 如果你睡前吃的話 其實它有幫助我們穩定神經的功能 而且其實鈣質我們不會建議說一次要攝取很多好克 就是大概我們的腸道每一次吸收大概200好克左右 所以你可以分批次 就是可能一天可能三次或者是四次 因為每一個人每一天最基本的鈣質攝取量是一千毫克 所以其實國人有九成以上是不足的 三成有骨鬆喔 對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很嚴重 所以第一個就是你一定要補充足夠的鈣質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的結石可能最重要很常見就是我們草酸鈣 那剛剛有講草酸反而比鈣還要攝取來的 要更小心 對 所以就變成說你在攝取高草酸的食物的時候 你就不要同時跟鈣質一起攝取 對 那分開是沒關係但不要同時 那什麼叫草酸含量比較高 剛剛有提到像茶葉啊 對 然後巧克力也是草酸高的 還有啤酒 對 啤酒也是 啤酒也是 對 然後還有我們 我們人生還有什麼樂趣 沒有樂趣 沒那麼多 黑白了 結石之後去找江醫師 你會更有樂趣 他會帶給你額外的樂趣 然後像一些蔬菜 譬如說菠菜 草酸也是高 菠菜啊 芥菜啊 芹菜 什麼 所以只能喝水嗎 不是 其實你可以補充 但是你就是不要 從此跟鈣質一起攝取 所以反而你要去注意這些東西 那其實像水果 草莓葡萄也都是草酸含量高的 蛤 那不是都是最近在吃嗎 對 因為我之前沒有配咖啡或配茶 對 所以很多人啊 他以為他的聖結石 想要幫他用利尿方式排掉 他就喝啤酒喝咖啡 其實是不好 反正不好 有時候咖啡可能再加個拿鐵 對 咖啡加牛奶 對 就分開啦 就盡量不要同時 那當然量少 我們就覺得還好 因為人體其實蠻強大 就是你不要頻率很高 然後分量很多 所以盡量就是要分開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一定要多喝水 對 對水一定就是自己的體重至少可以 沒有啊 營養師照你剛剛那樣介紹完 我們只能喝水啊 真的都不行 你還是可以把水喝足量 然後你剩下的 你有你的胃有空間 你再去補充 譬如說你想喝一點茶 你就分開啊 就不要就是同時就好 人生沒有這麼痛苦 像我就有遇過就是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大概二十幾歲的大學生 然後他是想要美白 所以他每天就是都補充大概 兩千到三千毫克的那個發泡錠 對 然後他又去看中醫啊 中醫就是說 以一型補充 以色就是可以調色 所以他就說 豆漿可以美白 所以他每天把豆漿當作擺開水喝 很多女生有一段時間是這樣耶 很容易醒 可是你知道嗎 他就是突然有一天上廁所的時候 他醒了就是 尿尿很像刀子在割一樣 只要一出力就是像刀在割 可能也沒有尿液出來 然後可能還會滴幾滴血 然後他嚇到 血尿 嗯 血尿 然後就趕快就是跑去看醫生 結果一檢查出來 他就是結石 那你知道問題在哪裡嗎 其實維生素C也不能補充太高量喔 因為維生素C它會代謝成炒酸 然後他剛剛的那個豆漿它鈣質 它又是就是自己買黃豆來打的 所以他也是鈣質含量很高 所以他常常就是維生素C 然後配豆漿很長 而且長時間 所以其實如果想要美白的女生 也要特別留意 因為像這樣就是會比較NG的做法 可是他有真的變白吧 應該是有 應該是有 嚇到臉都白了 他後來真的很白 因為痛到白 好 江醫師想請教 像因為剛剛我們都說 膽結石 腎結石這些真的很痛 然後營養師也跟我們分享 要吃哪些要注意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不信 就是有了結石 我們要怎麼去判斷說這個結石 我們到底是可以跟它和平共處 還是我們應該立即開刀處 其實基本上 不管是膽結石跟腎結石處理原則 有一個很像 就是看大小跟症狀 先講膽結石好了 一般的如果你今天也是健康檢查 去掃到你有膽結石 你一點感覺都沒有的人 不用理它 大概你一輩子都不會有症狀 可是當你有症狀會痛的時候 所以它那個膽結石最典型的症狀 就是你半後三十分鐘看你不舒服 它有的時候會痛到背後去 可是大部分的人大概痛五到十五分鐘 它又會自己緩解 這種情況大部分都是膽結石 大部分比較不是胃啊 或是有肢腸的不舒服 只要有症狀的膽結石就要開刀了 因為像我剛才舉那個案例 它不是叫有症狀 它是有併發症的膽結石 因為當它變成急性膽癌炎 或是掉下來卡到膽管 變成胰臟炎的時候 它叫做有併發症的膽結石 那時候可能就會有一定的生命危險了 所以你應該是在你有症狀的時候就把它開掉 另外就是假設你是沒症狀的時候 什麼時候要開 還有一個情況 這膽結石一來就超過三公分 也是要開 很大顆 對 很大顆的 怕它亂跑 沒有也不是 因為根據統計 膽結石如果超過三公分 所以這種膽結石如果超過三公分 即使你沒症狀 我們也會建議你把它拿掉 腎臟結石也是一樣 其實腎臟結石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人 你怎麼去看醫生 有人叫你去體外震波 有人叫你多喝水 有人叫你馬上開 基本上也是看大小跟症狀 基本上如果這個結石小於0.4公分以下 其實百分之八九十 它都會自己掉下來 所以那個醫生就會叫你 一直喝水 一直喝水 可是如果說你一來就0.7 0.8公分 或者1公分多的 基本上你要自己掉下去 就很低了 它可能就會接你用體外震波 去震震震震震震震 可是如果你一來就超過兩公分了 其實體外震波也不好震了 那時候就可能要做一些什麼 熟尿管徑 去把它打碎 再把它弄下來 所以基本上結石大概就是 看大小跟症狀 了解 但至少這個結石都還會有一些警訊 有一些症狀會讓你痛 有一個東西是每次健康檢查 或者是照什麼腸胃鏡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兩個字就是 對 它完全讓你沒感覺 然後它無聲無息的就長出來了 所以到底哪一些壞習慣 會造成女生長這個 胖咪啊 息肉呢 好 我們來選擇一下 我們這邊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 爆飲爆食 第二個 不愛喝水 第三個 喜歡吃醃漬的食物 兩個人都覺得是一耶 宇柔我選一是 爆飲爆食 我想說 先選一個我沒有的習慣好了 那我都感覺 你沒有的習慣 我跟詛咒一樣 我已經覺得爆飲爆食 身體應該比較難負擔吧 對啊 而且你沒有爆飲爆食的習慣嗎 我真的沒有 演藝圈很容易有耶 我很難爆飲爆食 而且我真的可能是因為 她說我有運動習慣 所以不會這樣爆飲爆食 就沒有這困擾 那 亦凡那麼瘦 因為我本身就是 息肉人啊 什麼意思 我拍片要超多的啊 我就是有線瘤還有息肉啊 然後我就是爆飲爆食類型的 就是我也是跟妳一樣 就是有工作來 我就會一直逼自己 不行太放縱 但是一解禁 哇塞 那不得了了 然後像 所以我沒有看妳放縱過啊 妳都保持得超多 我很放縱 而且我都是 她有在運動她都在跳舞 沒有我真的都選那種最邪惡的 就是油炸跟高糖粉 很容易滿足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我是先空服員嘛 沒有辦法正常吃飯 然後新聞圈也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趕新聞搞哇塞 那都是便當是這樣狂掃的 對 然後再來就演藝圈嘛 也不是很正常的一個 工作的形態 所以我一輩子就是腸胃真的都非常不好 為我胃潰瘍 然後我還曾經胃破一個洞 所以妳不是說妳是息肉人 妳息肉長哪裡啊 沒有 我後來就不想面對啊 因為我覺得反正就是爛成一團嘛 然後因為有小孩之後 對 我老公就 我老公就逼著我 我老公就逼著我 因為他就逼著我說 拜託妳這麼不正常 妳去檢查一下 你知道我這輩子到三十幾歲 還去檢查腸胃鏡耶 然後就是一照啊 然後醫生就說 妳怎麼都沒有檢查過 妳的胃也爛了 然後腸子又長息肉 好險我已經幫妳處理掉了 他說有大概兩三個 他都夾掉不是很大啦 但是就是我很怕他復發 然後我現在就是飲食習慣呢 也沒有改進啊 還是一樣 對啊 妳現在是壯著妳還年輕吧 對 年輕啊 現在胎尼亞真的越來越多耶 但是其實我到了這年紀 我也沒有改進啊 對啊 這個小孩會有影響到我耶 我以前也是就是 反正就沒有在哭 不想面對 可是真的是有小孩之後 我就覺得說 我真的很想要看 小可樂走上紅毯 大腸心肺小心大腸辛苦 對 這個小道這一秀 就覺得我要活久一點 對 好 那我們趕快 大家想要活久一點的話 我們請江醫師來幫我們公布一下 到底解答是什麼 這一題其實有一點難 他並非不能複選嘛 不能複選 如果不能複選的話 我就選三 我先告訴各位 其實腸胃道息肉 大家胃也會長息肉 小腸也會長息肉 大腸也會長息肉 但是大腸長息肉的機率是最高的 對 基本上大腸息肉就有幾個危險因子 第一個就是年紀 年紀活得越老 機會就越高 基本上你只要超過50歲 有三成的人 都會有大腸的息肉 超過70歲 有一半的人 幾乎通通都會有大腸的息肉 所以年紀是最主要的危險因子 第二個一樣 就跟一般人一樣 就是遺傳 你家人有 你的機率就高 第三個才是 生活習慣 生活習慣 就跟飲食的習慣有關係 我們常常講就是講 高鹽 吃紅肉 D-Fiber的食物 所以我會選 愛吃醃漬食物 可是醃漬物不是很多益生菌嗎 那看你吃哪一種 看你吃哪一種 看你吃哪一種 對 要看吃哪一種 看你吃哪一種 有的人就是很鹹 有的人就是那個 而且有很多可能 像台灣很多那個 醃漬蜜餞 什麼這一類型的 其實像香腸 臘肉 火腿也算是醃漬 對啊 所以那些更小心 那為什麼女生 男生的就是有息肉比例會比男生高呢 其實這個還是跟遺傳有關 像我最近這一兩 這一個禮拜就遇到很多男生 他真的是男生 他就是定期會來做一些檢查 然後他兩年做一次大便淺血 就發現大便淺血又陽性 那就問他說 你上次做大腸鏡什麼時候 他就說上次做大腸鏡 兩年前幾個息肉 三個息肉 然後再上次的 又是三年前又做大腸鏡 一樣兩個息肉 因為他們家真的都有那種 大腸長息肉的那種遺傳 然後他的阿公還是大腸癌走的 所以說長息肉 尤其在大腸這個部分 其實基本上算是很常見 可是剛才有提到說 其實有些人胃也會長息肉 那基本上其實比較有良性 但另外一個其實 剛才我們在講膽結石 其實膽囊裡面也會長息肉 所以說基本上其實 人體有很多地方會長息肉 可是息肉是不是長出來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感覺 我覺得好像都是健康檢查 才會看到 沒錯 所以就是因為他沒有感覺 他說基本上如果你運氣後 就像江醫師講 你上輩子做的是好的的話 你可能息肉就是良性的 那如果你這輩子 真的老天要懲罰你的話 你的息肉就可能會變成噁心的 可是是不是建議 只要長息肉的話 不管好與不好 都建議處理掉 如果是大腸的息肉 只要大概你做大腸鏡看到 就一定就拿掉 一定拿掉 那如果是膽囊裡面長息肉的話 一般來說 等一公分以上的那個膽囊息肉 大概就先就決定要拿掉 那如果胃有息肉的話 一般來說 除非那個做胃鏡的醫生 覺得那個息肉 可能有癌病面的可能 或者一般來說 他可能都是觀察就好 可以先放他過一下 所以說醫生的當場的那個 我們所謂的那種檢查 尤其是在胃鏡或大腸檢查 那就是看什麼 醫生的專業 那我想知道 如果已經知道家裡的人 有這個大腸癌 就是有這個遺傳的疑慮 那我要多久 才檢查一次是最剛好 應該說至少 你兩年就要去做一次大腸鏡 至少喔 這個是至少 因為有些人很奇怪 至少喔 因為有些人很可能說 你做完之後 你可能覺得 隔年去做大便前血 怎麼又陽性 就可能過一年去 怎麼又長了一顆 有些那種叫做家族性息肉 那像我們都三五年才做一次 記得你做完之後 你跟你的醫生討論說 你下次什麼時候要做 因為你的醫生都在做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如果你情況很OK 搞不好今年沒有 他會跟你說 你可能下次要等三年等五年 可是如果今年有還有七月 他會告訴你 你搞不好等一兩年就要過來 那那個時間點 你一定要配合 我們會希望你這輩子 第一次做大腸鏡 假設你家人都很健康 你是一個健康寶寶 你也沒有分辨全面反應 我們會希望你在五十歲的時候 給自己一個禮物 就是送自己一根大腸鏡 這第一根 五十歲我覺得還要 就是你沒有任何的症狀 你老中送我這種當生日禮物 我會只能自己幸福 我們會希望是這樣 當然什麼時候例外 當然就是你有症狀當然例外 那不能講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家裡有家族死的話 我們現在一般的建議就是 比如說你有一個半徑的親戚 他四十五歲就得到大腸癌 就請你往前推五年吧 可是我覺得 國人現在的飲食習慣 我覺得五十歲四十歲有另外 那個是因為用 那個就算了 就好像我們乳房檢查 什麼時候開始國家劇 是給你乳涉 為什麼他定四十五到五十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現在發現 乳癌最常發展的年紀就是四十五到五十 對 到時候我們講大腸癌五十歲開始 因為我們國人最常經驗是五十到六十歲 對 我們又講到說 其實包括我們身體長拍蜜 很多時候都是跟飲食習慣相關 對 那是不是很多人也會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覺得說 那我吃素就好啦 或者是 我吃生肌飲食 聽起來好像比較平爽 對 我很養生 我就不會得大腸癌 其實這是很錯誤的觀念 因為臨床上確實看到非常多的人 他可能甚至吃了二十年的素 對 一樣長大腸癌 那尤其要特別提醒觀眾朋友就是說 他是菠菜 芹菜吃多了嗎 對 那是節食 那是節食 就說有時候也是那個體質也有關係 那我自己看過一個 還蠻特別的一個案例是 這個病人本身呢 他是腸胃科的醫師 然後呢 因為他有宗教信仰的關係 所以他也是長期如素的 那結果呢有一段時間 他就發現他自己腹瀉得很厲害 大概腹瀉了有半個月一個月這樣子 然後整個人都報仇 然後醫院的同事也覺得很擔心啊 你這樣好像不太對勁 你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然後他想一想好吧 那就去檢查一下 他就先用超音波自己掃了一下 欸 有看到怪怪的 兩公分的息肉這樣子 那時候那個放射科的同事也是提醒他說 依照這個影像顯示還有這個大小 其實兩公分很大了 他還是建議他一定要趕快處理掉 可是沒想到這個腸胃科醫師呢 他沒有處理欸 他居然去問了他長期這個跟隨的師傅 然後他就問這個師傅說 欸 我最近身體有狀況什麼什麼 然後這個要怎麼辦 結果那個師傅跟他講說 欸 不用處理 你放心 我幫你祈福 祈福他就會消掉了 你放心 反應他就會不見了 對 結果他也真的相信了 所以後來他居然就這樣放了一年多 沒有去處理 然後也是後來就是 還是有同事身邊同事擔心 就說你臉色真的越來越蒼白 你上次那個到底有沒有去處理這樣 他才自己就又想說 好吧也隔了這麼久 那我看一下師傅說的有沒有消掉這樣子 結果一看 已經三公分了 哇 而且疑似可能會轉移到08這樣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案例屢見不顯 就是說很多人呢 他在比方說前面你還是息肉的時候 你不處理 後面就很有癌化的可能 我們為什麼常常講息肉 你都通常講大腸 很少人去提到什麼胃息肉 小腸息肉 剛才也講大家都會講息肉 為什麼特別講大腸 是因為我們都怕息肉會轉成癌症 那你知道嗎 胃癌大部分不是從胃息肉來的 它是從胃潰瘍來的 就只有大腸癌 大部分我們很少聽到什麼大腸潰瘍 當然大腸也會潰瘍 但是一般來講80%的大腸癌 都來自於大腸息肉變化來的 所以我們比較放很多的精神 在所謂的大腸息肉 但是當你直到大腸你不要緊張 因為一般大腸息肉 我們分真真型跟非真真型 一般講那種非真真型的話 基本上它擺一輩子 它也不會變癌症的 但是就是因為有的時候 肉也沒辦法分辨 所以就跟王醫師講的一樣 基本上我們幫你做大腸鏡的時候 只要有看到 通常就會隨手幫你切掉 除非是那個息肉的位置很深 我們切的時候 怕要把你大腸也弄破 那種才會跟你講 這可能需要再進行 再怎麼樣 再關掉再怎麼樣 會長息肉的人 他是不是體質就是處理掉之後 他長的平日 對 所以我才講就是 另外一句要回答他的問題說 我做過大腸鏡之後 我下一次到底多久要做了 如果今天你看到 你繼續做大腸鏡很正常的話 都沒怎樣 基本上你就 那如果說繼續你看到有息肉的話 你要看你切出來的息肉 是長什麼樣子 假設是那種完全不會癌化的那種 就我講真真型的 完全不會變成大腸 你就三年之後再做就好了 那如果切出來是那種 比較危險的息肉 你可能一年或兩年 你不要再做一次 那個打盲勁了 雨柔有到過嗎 那只會是像雨柔一樣 我完全沒事 對對對那就沒事 那就五年一次就對了 剛剛有講說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不要吃 可是我覺得以營養師的角度 還是會希望大家一定要 多吃蔬果 就是蔬菜跟水果 那多吃很簡單 只是怎樣叫做多吃 還有份量大概是多少 像我們最常見的可能就是地瓜葉 地瓜葉一份大概30千 有大概三公克左右 那其實我們的建議攝取量 是每天是25公克到35公克 一份才三公克 那我要吃 一份就是多少 如果只有地瓜葉的話 就是對 就是十份 就是十個圈頭的地瓜 整天吃那個就好了 沒有都不用吃了 沒有可以從別的 所以可以從別的來源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都會推廣說 可以多吃一些 譬如說糙米飯或食谷飯 因為一碗飯裡頭 它的膳食纖維可能就有三四公克了 白飯是零喔 可是你看喔 一天你如果三餐是三碗飯 你再多講一點好不好 可以幫我們人生變彩色一點 還有什麼選項 譬如說好你一天你三餐 你可能就是 早上是那種 譬如說你是全麥吐司 然後中午是什麼糙米飯 食谷飯之類的 或者是紫米飯 那其實你一天就可以把它 平均掉一半以上的膳食纖維 所以你的蔬菜分量 可能就是大概吃三份到四份 對 但你還有水果可以吃啊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子把它均衡的飲食 其實你的基本的量 其實就會夠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你的 因為很多人都說 多吃蔬菜多吃水果 可以就是增加膳食纖維 但往往都會忽略水 因為我真的很常遇到 水又沒有味道很難喝 完全都不喝水的 對 如果你吃很多蔬菜 那你又沒有喝充足的水 你講到這裡 王醫師趕快不喝 他結實過 你會讓他喝 對 基本上如果你沒喝水 你反而也是會便秘 而且會增加便秘的風險 對 而且我要講到那個便秘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有補充膳食纖維嘛 對 可是其實真的便秘 對女性來講 女生上廁所老天爺 真的很不公平 對啊 女生真的比男生難上很多 對 尤其是我懷孕那段時間 真的很難上耶 而且為什麼男生就是 可以跟我們吃飯都沒吃完 然後就去上廁所 然後我們就是一整天 就等那一個時刻 如果工作很忙一錯過之後 就沒這個便了耶 每一個零件就不見了 對啊 我就是便秘超嚴重 我就是不愛喝水 我超級不愛 我是那種喝水會想吐的人 這麼嚴重 我跟你講我後來發現 有很多我的同伴耶 因為我老公都說你好扯 就是不愛喝水 還找那麼多藉口 對 結果我訪問很多女生朋友 真的有人跟我一樣喝水會想吐 所以我們就是 到想吐 一定要喝飲料 對 然後吃菜也吃不到 營養師說的量嘛 真的很難 對 然後又不能那個喝綠茶 因為我想說要油切還是什麼的 喝綠茶會結實 選擇也太少了 所以我就覺得我長過洗衣服 我很怕它再復發 然後我便秘曾經變到 我整個就是五六天沒上 上出來像石頭 可以拿來丟人那麼硬耶 然後我整個 誇張耶 真的 真的 我剛剛那麼驚訝 然後很難相信 對 雨柔沒有上廁所問題 妳沒有這種困擾 妳好幸運喔 我們都有耶 她講我完全都可以 而且尤其是出國 我也能體會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這樣下去不談 我就自己上網找 然後其實青枝 我以前在日本 就常看到那種體態 喔 青枝 鳥條的日本女生 都會買青枝 日本青枝流行很久 對 很風行 但我那時候覺得 我又看不懂成分 所以我就回來台灣 然後就找到這一款 桑葉青枝錠 對 然後它就很特別是 青枝還加了 桑葉酵素在裡面 然後它就有滿滿的 扇食纖維 可以幫助妳排便 它扇食纖維是多到 是地瓜的十倍耶 哇 所以剛剛營養師說的那些量 我們吃這個就搞定了 所以我不用吃十萬 對 十萬地瓜 根本吃不到就好 所以根本倒不到那個量 可是妳不是說是青枝嗎 它不是喝的嗎 怎麼是好像一粒一粒啊 沒有 它是定 它是定狀 因為現在市面上很多粉狀的 妳要泡開 對 然後老實講我不太愛喝粉狀 因為會有那種草青味 而且我以前有買過粉狀的 它有時候沒有辦法完全溶解 對 然後妳喝的時候真的是 很難喝 而且會有一個味道 對 然後它還有大麥若葉 就是可以當作妳排便順暢之外 更棒的它有乳酸菌耶 就是還有益生菌調整體質 然後還有薑黃 像我們女生會手腳冰冷 對 循環不好 它還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根本就是挖到飽了 所以我要大餐之前 我就是先吃一包 它一包就是五小顆 然後其實 而且它這五小顆聞起來 真的有一點那個天然蔬菜的味道 對 然後它其實真的是小小顆的 香香的 然後非常好入口 然後因為它這種包裝 就是有時候妳要出差 或是妳要工作 其實攜帶都很方便 妳也不用泡開 就是吃然後配水 對 然後妳也不會忘記 所以我就是吃幾個月之後 我很明顯的我以前肚子啊 我雖然四隻七 但我肚子很大 因為素變 然後加上我又高油脂 我就是在肚臍旁邊那一圈 是永遠削不下來的 但是因為吃了之後 我是 就是現在就是平的 妳完全沒有小腹 我現在是平的 然後我現在就是 就是很愛漏 妳不給我漏 很愛漏 對 就是因為 她跳進去跟我都在漏那個小蠻腰 真的一定要 我聽妳講這個 我覺得好開心喔 因為妳不知道 剛剛我在問營養師 她回答我了 我都快笑不出來 真的 我就是一個美食主義者 對啊 又不能吃又不能喝 然後還要吃石盤的那個地瓜葉 到底還有什麼樂趣 不過有這一包很像就可以解決我的痕 對 而且氣色啊 體態啊 精神各方面都會變好 其實剛剛亦凡她講的這個青植呢 她是從那個紐西蘭的那個大麥若葉 去把它萃取出來的 嗯 然後其實裡頭呢 她的一個功能是非常多的 就是她可以就是幫助我們 提高我們的代謝 喔 對 而且她的膳食纖維含量也很高 還可以幫助我們 因為膳食纖維高的話 可以幫我們抓住檔固醇 所以她有輔助就是 就是幫我們降檔固醇的功能 哇 這麼好 而且她還可以就是 抗制有機 哇 對 因為她的一個抗氧化功能 很適合女性的 對 對 而且剛剛亦凡又有提到裡頭 有商業的成分 對 那其實商業裡面呢 它有兩個就是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女生 不然講女生 就是男生也是可以 好適合螞蟻人喔 這會有一點開心的事情 真的 真的 馬上多加點珍珠奶茶 對 我當時會決定就是 我們已經點了應該快來了吧 先吃這個 我會決定要吃它 就是因為糖切 我就看到它的介紹 成分介紹 說商業可以糖切 還可以油切 然後我有自知之明 我就是借不了甜點 然後酒搖飲 還有宵夜 就是難免人生還是有點多 彩色嘛 所以我覺得配著這個吃 至少我的身體不會有負擔 而且它一包的量 就等於喝了十杯的青汁 哇 這樣講一講 我珍珠奶茶快來了 我要再補一下 對 而且裡面早上就發現很順 就真的沒有便秘的困擾 840億乳酸菌 對啊 它等於是真的幫助我們這個 排泄更順暢 對 就可以調整我們體質 因為鋼乳酸菌 它其實就是 當我們身體的膳食纖維充足 那我們體質調好 那其實人體 一定要維持在好菌比較多的狀態 所以益生菌是可以讓我們 腸道比較健康 那其實薑黃呢 它在我們人體裡頭 它有一些抗發炎的一個功能 因為像我們現代人 其實就是飲食就是 比較容易高油嘛 高脂肪 那其實這些東西到我們人體裡頭 自由基都會去 讓我們的血管啊 就是發炎 那其實它可以幫我們這樣發炎 而且其實薑黃 它對我們人體有一些 就是提升免疫力的功能 這真的是好虛啊 好虛啊 我們都不要拍咪啊 但它上面寫說 每日一包就可以 那我是什麼時候吃會比較好呢 其實如果依它的功能性的話 我會建議隨餐吃 對 因為你在進食的時候 就同時又有幫你就是阻隔 所以你就會覺得 所以像一帆 就是吃大餐之前吃 這樣子OK 對 所以像我們就是喝珍珠奶茶之前吃 也不做 人生又充滿彩色的顏色 你們開始笑了耶 真的 剛剛有沒有有點笑不出來 你真的笑了耶 剛剛點綠綠的 真的 這句話要請江醫師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到底還有哪些要注意 避免我們的身體去長出胖面 大家都知道 那個生活作息正常很重要嘛 睡眠狠狠 聽起來好像是老生長感 所以我來講 身上有這麼多的器官 到時候都會長病 那今天我們跟你們講的膽結石 主要是什麼膽固醇過高 還有膽固醇 你就知道說 你控制自己的膽固醇 你就知道說你三餐定 肾結石的話 就比較不會有膽結石 對 你現在知道的那個肾結石裡面 主要是草酸蓋過 草酸太多嘛 你就知道草酸那東西 要盡量避免嘛 蓋邊要適當的補充 那個草酸蓋 反而被抓下來 所以它從味道就排出去 反而不會在你身上裡面結石 也知道要多喝水 這樣子你結石的機率 基本上就比較少了啦 當然還是會有啦 就是像王醫師這種 就是潛上一輩子 你知道 那就沒辦法了 遺傳那個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那個基因 給我們多少就多少 那我們只能後面去改變嘛 那另外就是 你不要再說王醫師 水已經不夠喝了 他又在喝水了 又在喝水了 對 那我常常在講喔 到底要怎樣 比我們身體長遠遠遠 我常常在講喔 就是你把你吃的東西 回到以前你阿嬤的阿嬤的那個年代 你少吃一點加工的東西啦 阿嬤沒有珍珠奶茶 對 那另外就是 睡眠永遠都是最重要的啦 我們身上總是 莫名其妙會長一些東西出來嘛 身上就已經告訴你 你身上有個東西叫做免疫力 它就會保護你嘛 對不對 你就把它養好生就可以了 謝謝江醫師 那其實女性真的滿辛苦的 對 然後而且呢 女性在這個家庭當中的這個位置啊 其實也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要更注意自己的健康 有一些明明知道不好的習慣 我們要盡全力的人數 我們要盡量好嗎 盡量減少 對 因為提醒大家 就一句話啦 就今日不養生 明日就找醫生 好恐怖 這樣注意喔 菁姐 謝謝大家 謝謝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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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